光复乡公所在昨天晚上也举办了祥龙献瑞庆元宵的晚会活动 凤梨警分局共襄盛举也举派了光复分助所的所长吴明远率员前往宣导 还巧妙结合猜灯迷活动 让民众在抢答回灯迷的时候 还可以达到宣导交通安全及反诈骗的效果 庆元宵晚会上百题的灯迷现场民众踊跃抢答之际 光复分助所所长吴明远也亲自到场 以猜灯迷的方式宣导交通安全 并且教导大众破除诈团诈骗话术 杜绝受骗上当 民众反应热烈 你觉得哪一种诈骗类型最严重 投资诈骗 对了 再来领讲一下吧 他好聪明哦 认真在听哦 1月31 113年 11月31 啊30号啦 多一天就会被拔了 11月30号 算比对啦 差一天而已 另外所长也特别提醒民众 113年11月30号起 微型电动二轮车开始实施登记 领用悬挂号牌 投保强制险 预期为领用者 最重处罚新台币3600元 也请现场民众要多加留意 凤林分局为了保障民众的财产安全 警方借由积极参与各项活动 加强宣导民众反诈骗意识 以及传递正确交通安全观念 期望能够提高大众对反诈骗 以及交通安全的重视 并且向下扎根 创造友善的治安环境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